中國國民黨沒有中國 好像就不會選舉 所以我們要請 最了解中國國民黨 前國民黨 這個 被開除人是 余北辰 余將軍 我當過地方黨部的主委 是 前主委 所以我告訴大家 其實最近我聽到有很多人說 中共國民黨有三笨咖 這三笨咖如果不離開國民黨 國民黨會完蛋 笨咖 這是沈大佬說的 他說第一笨咖是 國民黨的前總統主席 叫做馬英九 是 第一笨 第二笨他說是傅昆襲 第三是朱立倫 其實我對於沈大佬這個講法 我要多一點點修正 這個笨 有一種叫天生笨 對 一種叫做後天變笨 第三種叫裝笨 大家認為 馬英九是天生笨 還是後天變笨 他一點都不笨 他是後天變笨 他如果笨他怎麼會 讀完法學院 讀到博士 又選到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又當了總統 他天生不笨 他是後天變笨 為什麼變笨 被中國變笨 被嚇笨的你知道嗎 被嚇到呆 他不是因為他爸爸跟他講要畫毒箭頭 那是啦 不是啦 你被騙了 他是被嚇笨的 嚇笨的 就是他當了總統 發現 哇中國這麼大 哇中國這麼強 中國一隻手指頭就把我捏死了 被嚇到笨 我跟他都是巨蟹座 我去完回來變台獨 他去完變統派 因為你沒有看過真的鬼 他就看到真正的鬼 他是真的看到鬼 變笨 對對對 被嚇笨 所以也是一個職業傷害 他被嚇笨 他被習近平嚇笨 被中國的偽裝的武力嚇笨 被中國的飛彈嚇笨 被中國的這個所謂的台海上部的軍備嚇笨 嚇笨怎麼辦 趕快回來跟國軍講 不要那麼努力啦 打不贏了啦 我們只要守住就好 這就是 這個是馬英九變笨的緣由 那麼你說傅崑崎 傅崑崎不笨 我覺得他是裝笨 傅崑崎哪有不笨 為什麼 我說這一次傅崑崎到中國去 你認為他的票會變少嗎 不會 他在花蓮的票不會變少 然後在任何地方的選舉 他也不會變差 然後中國只要有稍微有 一點點的立台的 例如說 讓大陸客來台灣自由行 讓大陸團來台灣觀光 傅崑崎不就賺到了 因為我去的 我去的 對不對 再這麼大壓力我去 所以你看 現在惠台的措施都來了 他的票不會變少 所以傅崑崎一點都不笨 第三個叫做朱立倫 朱立倫 朱立倫叫做 扮豬吃老虎 這種人不叫笨 這種人叫壞 壞 為什麼我說他壞 他要把國民黨裡面能用的人都用 而且不花一毛錢 你知道嗎 多厲害 現在國民黨所有的一級主管 不是立委就是市議員 對 3Q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用付薪水 哈哈哈 國民黨有規定啊 你是公職兼黨職 國民黨的黨部不用付給你薪水 所以現在連 派外的這個駐美的主任叫陳以信 都辭職了 因為他不是現任立委 要資新 要資新 資新就辭職 另外找現任立委或是議員來當 所以朱立倫 精算師的個性 一覽無遺 所以很多人說 國民黨很窮 國民黨超窮的 為什麼要當主席 因為當主席不用付薪 全部都是國家付啊 對不對 你看現在國民黨的黨值有哪一個不是立委或議員 全部都是 不用錢啊 不用錢啊 真的不用錢啊 所以朱立倫不笨啊 一點都不笨啊 那這樣子的主席 大家還聽說 最近聽說 連侯友宜都要搶啊 搶得錯啊 因為侯友宜 新北市黨當完以後剩下什麼 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啦 然後朱立倫建立的制度就是主席不用籌錢啊 不是啊這個邏輯不對啊 你看喔 這個人叫做 陳以信 朱立倫的黨務主管開第一槍 陳以信說要辭國民黨的海外部主任 因為他不是立委啦 所以要錢了 要付薪的 不知道怎麼辦 我有家要養啊 他現在的黨務主管都是免洗的 因為他們會領公家的錢 都是公家的議員或立委 因為陳以信不是立委 他現在非現任立委啦 他要理薪水啦 不然怎麼辦 那你就辭職好了 我另外找現任的立委或議員來做 這個算裁員就對了 這 什麼叫裁員 這叫用免錢的啦 用免錢的 用免錢的啦 不只是人啦 裁員僅縮人力 窩居地下室辦公 台北市巴德路二段的中央黨部 是向中頭陳租辦公 多數黨工已從二樓移置租金 較便宜的地下室 部分黨工則塞到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的國民黨智庫二三樓辦公 被迫共體時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本來地下室是國民黨黃復興黨部的位置 裁掉啦 裁掉了 所以朱立倫裁黃復興 是為了辦公室空間 就下來嘛 下來下來 一樓以上不要去了 地下室比較便宜啦 然後二三四五樓上面可以出租啦 賺錢啦 精算是有夠厲害嗎 這我如果是黃復興的廳頭 我會把朱立倫掐死 這本來是黃復興的辦公室 在地下室 現在變成國民黨的辦公室 這個是台北勒 還有一個高雄的 那個叫做一碗滷肉飯一罐礦錢水 國民黨不知道為什麼 長期不願意經營高雄 每次去到高雄都在喊高雄很窮 因為高雄 其實他們的窮是國民黨自己窮啊 國民黨不是窮 不想給你們 總黨怎麼會窮 每年政黨補助款 他比民進黨還多 對啊 他得的票是很高的 他的這個政黨票 他是不低的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他還有地方 他的地方不用付錢的 他地方是誰當主委誰自己付 所以說很多黃復興的地方的主委被裁撤了 然後主委人就說 不要吵不要吵 給你升官 從黃復興的地方主委 變成市黨部的主委 好高興喔 一個月湊一百萬 韓國瑜去到高雄 跟吳敦義哭說一罐礦泉水一碗滷肉飯 意思就是我來高雄你都不給我錢 沒有錢 你本來以為韓國瑜就是 很老招了 不給錢 柯智恩去說電梯只能搭三個人 這個到底是國民黨窮 還是他們富貴習慣了 什麼叫電梯只能搭三個人 如果 表現得很有錢 怎麼叫共體時間 共體時間就是說 地方黨部自己籌錢 我告訴你地方黨部的主委 直轄市的主委 一個月要籌一百萬 你要自己負責黨工 自己負責開銷水電 自己負責所有活動的經費 都是黨部主委要去籌的 所以先給他們一個不分區的立委 對 如果最壞的情況你還可以拿自己薪水付 要去募款 因為薪水不夠付 如果募不到的話 募不到款就辭職 募不到款就不要廢話了 柯智恩一個月募一百萬募不到 我不相信 小星都募得到 柯智恩說 民進黨的地方黨部主委 這個地方黨部就是指高雄 很多人要選 那國民黨卻要主席再三拜託 高雄黨部被查封 電梯只能搭三個人 不知何時會被拿回去 你知道我以前在選舉的時候 我的競選總部 廁所是用蹲室的 蹲的 我喜歡用蹲的 而且是用租的 就是小小的 你有電梯搭三個人 這個是可以大小生的事情 他為什麼講三個人 這有道理的 因為中央黨部 對於地方黨部 只付兩個人的錢 第一個叫書記長 第二個叫做一組組長 加上主委三個人 其他的都不付錢 國民黨 黨部在建國路 如果高雄人 你們知道 那個其實是很大 我去過 很大很大 國民黨桃園黨部也很大 後來變小了 為什麼 因為自負盈虧嘛 所以要自己付錢就變小 所以我才講 國民黨把黃福興趕走以後 消失以後 直接用了黃福興的辦公室 因為地下室是最便宜的 但是上面全部出租 分租賺錢 所以朱立倫 他精算是不是 喊假的啦 某某電視台也在那裡 都在那邊 可以賺錢 然後朱立倫就可以說 我國民黨這麼窮 你看我都搬到地下室去住了 我這麼窮 這麼可憐 然後你們要多 抖內我 我國民黨才可以在一起 這一切的做法 都是為了什麼 為了要讓 國民黨 變有錢 有傳出說 侯友宜雖然現在很安靜 但是因為他選後 對馬英九的言論 以及朱立倫的做法 感到不滿 超不爽 所以他現在要出來 有風聲說 他要出來選 黨主席挑戰朱立倫 我覺得不排除 因為有對手 朱立倫沒聽說 當然 侯友宜出來選 他就沒了 現在全國民黨 仇恨值最高 就朱立倫 真的 你現在到 國民黨的黨部去 他不是共主 他仇恨值最高 仇恨值最高 為什麼 你到任何的黨部去 往那邊一坐 十個人裡面在聊天 有八個在罵朱立倫 這在幹什麼啦 這個不知道 裁掉怎麼樣 就來罵他 對 然後只要不是朱立倫了 大家都說好 侯友宜選主席好不好 他會選嗎 如果選呢 可以考慮 他們的最想要 誰來當主席 盧秀燕 國民黨的這些基層 最想讓盧秀燕來當主席 盧秀燕 盧秀燕 盧秀燕這個人比較溫和 沒有像朱立倫這麼不能商量 也沒有像侯友宜那麼無情 所以他們最想要來當主席的是盧秀燕 這是我私下聽到的 感謝 宇北辰將軍